康特再一次来到老者家 希望能把孩子交到他手上 但屋里依旧没有人 康特再一次失望 这让他感到困惑 他的心中越来越不平静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今天一早 康特就和老者外孙在卡车嬉戏了起来 康特是昨天在老者家里拿了这个学步车 这能让孩子开心地玩耍 他们在这个早晨的嬉戏中 不仅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也让孩子在和康特相处中轻松不少 康特感到非常欣慰 他知道老者如果看到这一幕 也一定会感到骄傲和欣慰 康特拿来了昨天便利店买的新衣服 准备给孩子换上去 之前的衣服实在太破旧了 他心中有些愧疚 因为他没有早些注意到孩子的需要 但现在他决心要改变这一切 新衣服穿在孩子身上 大小刚刚好 颜色和图案都让孩子显得活泼可爱 康特看着孩子穿上新衣的样子 心中充满了满足感 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更是他对孩子关爱和保护的体现 康特并不知道 就在昨天 阿祖法遭遇了一场生死考验 再一次外出时 他和女儿凯撒险些落入了一群土匪的手中 土匪们贪婪的目光和粗暴的行为 让阿祖法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紧紧抱着孩子 心中充满了恐慌 就在这紧要关头 摄影小哥成功把土匪逼退 虽然危机暂时解除 但这次事件给阿祖法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他意识到 没有康特的保护 他和孩子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他迫切需要康特来守护他和孩子的未来 康特的心中充满了责任感 他知道 阿祖法不仅需要他的保护 而且他肚子里的孩子 也需要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来成长 阿祖法的怀孕已经进入晚期 他的身体状况和情绪都需要特别的关照 康特必须尽快找到老者 不仅是为了完成他对老者的承诺 把孩子交给他 更是为了给阿祖法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经过一天的寻找 康特感到身心俱疲 他决定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一会儿 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 他拿出了孩子的学步车 希望孩子能在这片开阔的地方自由地玩耍 享受一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康特啊 你也是真的心大 居然在这个斜坡顶上和孩子一起玩耍 如果一不小心孩子掉下去 那该怎么和老者交代呢 康特紧紧抱着孩子 心中默默地思考着接下来的行动 康特觉得再次前往老者的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或许老者已经回到了家中 或者那里会有新的线索 康特轻声对孩子说 我们再去一次爷爷的家 看看他是否回来了 好吗 孩子虽然还不太懂得成人的忧虑 但他能感受到康特的温柔和决心 便用稚嫩的声音回应着 他们踏上了前往老者家的路 康特的步伐坚定而稳重 他知道这次不能再有任何疏忽 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确保没有潜在的危险 到达老者家时 康特发现一切依旧如故 老者和他女儿都不在 屋里空无一人 心中充满了失望与无奈 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不能持续下去 孩子需要一个稳定的家 而不是每晚都在卡车上渡过 康特回想起了一户人家 那是他在寻找过程中结识的一家人 康特决定前往过去看看 或许他们可以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没错 我想你们也猜到了 正是秋美一家 是一个充满温馨回忆的地方 康特曾在这里找到了片刻的安宁 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 然而 当他带着孩子再次来到这里时 却发现家中空无一人 这让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康特心中充满了失落 他知道秋美妈妈可能外出寻找秋美 还未归来 家中无人 他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 但他也明白 即使没有人在家 这里仍然是一个比野外更安全 更舒适的地方 康特决定利用这个机会 先在这里安顿下来 顶望 顶望 可真是 哎呀 ute 一 一 二 感谢观看